我就想知道了 鸾老师 心脏瓣膜一旦出危险 最危险的是哪一种 二肩瓣最主要的带来的问题呢 就是狭窄导致我们的这个肺瘀血 因为大家看这个提板 二肩瓣呢 是我们肺部回到心脏以后 这个血流在打向全身的第一个关口 如果它出现狭窄 那么我们血都会积在肺部 所以就导致我们所说的肺瘀血 这个病人会出现气短 咳嗽 我现在就一直有一件事没怎么明白 就您说的这个二肩瓣 刚才说狭窄的 狭窄的 它怎么了 它不是个门吗 这门怎么了 它就会狭窄了呢 这是一个简易的一个道具 这个二肩瓣呢 所谓的两肩瓣 它是指一个活动的 一个二肩瓣的一个半膜形式 如果出现狭窄呢 就是在两个半膜的结合部 会出现粘连 大家看这个二肩瓣 这个两个半页之间出现粘连 改化和结合在一起 这样呢 整个呢 当它不能完全张开的时候呢 它就出现了狭窄 我们这个血液如果说通过正常的二肩瓣 它会很快地从新房流到新室 但是呢 我们来看 通过一个狭窄的二肩瓣呢 这个血液啊就是会非常非常的慢 这样就会大量的血液淤积在新房之内 所以你就会出现了这个肺瓣血的症状 大家看它低的速度会很慢 这样就给大家演示一个二肩瓣狭窄 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结果 现在我们知道了二肩瓣狭窄 上的 首先上的是肺 对 对 刚才还有个概念叫什么来着 二肩瓣关闭不全 它俩还不一样 刚才说的是这个门打不开了 现在是这门关不上了会怎么样 大家看了 结�cie 节奏 如果 把